想不到吧? 我们又来测试你的音感 嗨,大家好,我是心音姐姐 耶,遇到星期五了 大家有没有准时在收看这个节目呢? 好,那我们上一次有一集就有做到 测试大家音感的,对不对? 然后反应好像还不错 然后就有朋友私讯我问说 可以不可以做一个进阶版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个进阶版的咯 Here we go! 好,我们今天一共有三题 每一题都会有三个part 然后你只需要凭着感觉回答就好 不要想太多哦 第一题就是测试大家的音感 大家会先听到一个和弦 然后接着就是播放一段旋律 你只需要回答 这个旋律到底跟这个和弦 听起来是和谐还是不和谐 阿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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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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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二题 那第二题呢同样的也是会有三个parts 那你也是只需要凭着感觉回答 我们先播放一个和弦 然后再播放一段旋律 你只需要回答这个旋律 它究竟是大调的 就是开心的 又或者它是属于小调 也就是听起来比较感伤 比较伤心一点的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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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題結束 你們的成績如何 記得留言 讓我知道喔 錯的究竟是哪幾題 也留言讓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下 好 那也說一下上一次我們的測試 結果就是有很多朋友嘗試了之後 有留言跟我們分享 然後有一些朋友問到一些問題 我覺得還蠻有探討性的 就因為我們之前的那個測試 有一個是我們播放一個大調 然後在過後播放了一個音符 讓你猜猜看這個音符 是不是屬於這個大調裡面的音符對不對 那就有朋友留言問到說 為什麼我們播放的這個音符呢 它已經超出了之前 我們播放的那個大調裡面的音符啊 原因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其實大調呢 或者就是說任何的調 任何的這些key 它其實都是有延續性的 打個比方說 如果我一開始是 No re mi fa so la di do 我還可以繼續 Re mi fa so la di do 就是說它其實是可以一直在延續下去 延續下去 延續下去 一直這樣子接著下去播放呢 其實都是同一個大調 同一個key 這樣子大家聽明白了嗎 所以呢 意思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播放的那個八度的大調呢 只是給你做一個reference 然後接下來我們播放的那個音符呢 就是測試看你聽不聽得出 就算不是這八度的音符之內呢 你還是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屬於這個調的 如果大家還沒有試試看我們上一次的那個測試 那我也會把那個連接放到下面 大家可以去試一試喔 今天是屬於比較進階版的 好 那大家還想要學什麼東西呢 也不妨留言讓我們知道 然後我們盡量的滿足大家好不好 最後還是需要大家幫我們按讚 按訂閱 留言 分享 下一次可能我要教大家有關陰塵的東西 想學陰塵的東西嗎 讓我知道 好 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是沈音姐姐 大家下個星期五九點 敬敬期待 我們到時候再聊 拜拜 下一個星期五 敬敬期待